三期警戒期间餐饮业业绩大受冲击 随着疫情降温了 虽然还是夏天 业者就开始大胆提前部署 打造自助式火锅店 另外国内有25家餐饮业者 也跨品牌结盟 共同推出现实优惠活动 抢供疫情平稳之后 报复性美食商机 拿起夹子肉片食材一一下锅 坐在餐厅内开心涮肉的快感好久不见 受到疫情影响 三期警戒期间 餐厅全面继止内用 许多商家业绩大受冲击 好不容易警戒降到二级 知名餐饮集团虽然还在 剩下就将国人最爱美食第二名火锅 打造成自助式品牌 搭配活动吸引民众上门消费 说实在如果知道一开始有疫情的话 当然可能不会在这个时间开 想兵很重视跟商场的这个承诺 然后也因为我们对于台湾的防疫 跟台湾餐饮业的未来 非常的有信心 但是我们还是决定说 就是要在这个时候来开幕 跟所有的朋友见面 此外国内25家餐饮业者 为了创造商机 推出为期一个月的跨品牌合作活动 我想这次很难的 可以集结了25家的品牌 来做一起行销 因为这次疫情对餐饮业的冲击 非常的大 主要的目的呢 我们这次主打的讯息就是 分享跟朋友吃饭的 只要消费者买一份 我们这个品牌端呢 就会再送一份给你的朋友 一起来做分享 趁着疫情趋于稳定餐饮业出奇招 希望能抢转疫情之中 这波报复性内用商机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